所以剛講的那個場面真的太難看了 剛講的真的是妙小妖風大 持淺王八多 這個黨真的做一些妖魔鬼怪的事情 做一些你無法思議的事情 我們知道台灣社會 我們就是反貪腐 我們是要求慶蓮執政 就沒有想到這個黨是挺貪腐的 你這個黨要挺貪腐 又不敢挺得理直氣壯 你跑到了全台北 人數最多的西門在跑去做旗捷 你跑去做旗捷 一樣人潮兮兮落落 而且今天下午的時候 民眾黨發起大集結要來挺科B 而且你知道進入了進出啦 館長也去了 黃國昌也去了 佩琪也去了 黃珊珊也去了 四大天王同時出台喔 挺貪腐 對結果沒想到 無論是他們在上面的這個場合 你看在場合不到500個人 另外一個他們過去最引扭要網路力量 同線觀看的時候 在最後最高潮的時候 也才突破1000塊 一天的人多了 等於是人數相當相當上 為什麼過去那麼強大的動人 為什麼突破直接沒了呢 為什麼 因為他們跟這個社會完全脫節 大家人民在反貪腐 他在挺貪腐 他完全跟人民背道而馳 而且說真的啦 因為大家在最近一段時間裡面 已經把科B的整個這個 看起來 你到底什麼樣子 大家都非常清楚 大家現在是討厭科B的樣子 而且我們看到昨天朱雅虎本來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的 他跟李文中兩個人同時提出抗告 提出抗告到了高院了以後 剛剛講的 現在朱雅虎居然是駁回更審 駁回更審 大家說你有機會喔 因為你李文中坦都沒有坦 繼續積壓 就沒有想到不到兩三個小時 他又重新的積壓 重新的積壓裡面非常清楚是 第一個你沒有完全交代 第二個就是 你交代的東西跟別人的提供的證據 別人提供的說法 還是有一些可疑的地方 代表新的證據不斷的進來 你說這個新的證據裡面 USB是一個關鍵 而且也可以從USB裡面可以看出來說 阿伯的最後四年 他根本無心事證 阿伯的最後四年 他只有一件事情 我要去跟有錢人打交道 我要去跟有錢人交換利益 我要把這個有錢人落在偉安 然後呢 我要想盡一些辦法 把這個錢洗乾淨 洗出去 對沒錯 我覺得台語的句話可以形容柯文哲 叫做起吃心 弄底嘴 我怎麼這樣說呢 他明明是 起吃心 弄底嘴 對明明是那個乞丐 然後他講的話就好像皇帝 你不覺得就很像是這個樣子嗎 他一直會放大話 但是其實他是起吃心 為什麼我說他起吃心 最近USB不是解密嗎 欸 因為是解密 有那一百萬兩百萬的那種大老闆 他就跟大老闆要這個錢 而且是他主動去跟人家要欸 就說他可能怕透過中間的說 欸 我現在要什麼錢啊 什麼錢 簡單來說就有點類似什麼 我們可能電話費講不出來 我去找劉寶接藥 拿什麼什麼錢 講不出來我去找這個伍茲加董事長要 就類似這個樣子啊 他好像那個感覺是什麼 他好像在街頭上面拿個本機啊 你變得給我了 坐我都不熱 我都全部給他掃進來 奉使行討 放棄什麼關刀 你不覺得就是這樣嗎 說才說 我也認識一些政治界的朋友 他們就跟我講說 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他講說你怎麼可能裡面說 欸 陳英柱給你三百萬 你會記在裡面 是 陳英柱給你三百萬 人家就不打罪了 人家是打罰你的 人家打罰你的 你就收在口袋裡 那是男三錢 那是你的零用錢 然後把零用錢記起來 還有欸 你連說 人家叫你這個所謂的 黨主席的150萬的責任額 照理講 你已經很多錢了 你已經有個大水庫了 你隨便拿一點錢 田一就算 不要喔 喔 現在要罰給我吧 現在喔 給我收拔的話 幫我去募款 欸 他就跟洗乾的心態一樣 鐵工機進到我的口袋 一毛不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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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就叫我下面的人 出去要錢 對 還有一個就是 起家頭就是這個樣子嘛 就是欸 看起來他是起蓋 蓋房裡面的頭 但是其實他過了跟蓋房有什麼兩樣 但是他就把錢所有弄進來之後 弄進來好 該付了 他完全不想付 譬如說欸 我另外還有一個付款 我該付的這個責任呢 我也是找別人來填 欸 反正那立委要選舉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都不出 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的錢 對 我好不容易乞討 我給人家討論啊 你那錢你要讓他怎麼有可能啊 對 所以我才說為什麼他是 那拼搬他的嘴又非常壞 講得好像他是皇帝一樣 對 但其實他就是一個乞丐嘛 所以我才說 他這個洛杉磯難怪這麼討人厭 對 所以為什麼 大家就現在看清楚了嘛 你看 現在朱雅虎 欸 他講了那麼多 我們現在知道的信息 為什麼他最後還是又被裁定要收押 因為顯然 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現在檢調都掌握在手上 他認為朱雅虎你也沒有吐石 接下來還有更多證據 恐怕會讓我們看清楚 真正柯文哲的樣子會越看越清楚 好 當我們講到 因為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還是欸 謊人 那個醒悟 醒悟以後我們就回過 我可能還看 柯文哲的八年到底幹什麼 柯文哲的八年只留給台北市 一堆的爛攤子 你現在看到 萬大國在市場一個爛攤子 現在 金華廣場也可能是一個爛攤子 而且金華廣場這個爛攤子 可能還有公共的危機 因為 它的地基已經挖好了 你如果上面不讓它再蓋 這個地基挖得這麼大 搞了 而且它是全台北市最大的土地 地下面積 開挖面積 如果我今天真的停工的話 那會不但是爛尾樓 會不會有公安的意外 你就發現 整個柯文哲留給台北市 你沒有留給我們建設 你沒有給我們發展 你沒有給我們產業 你什麼都沒有給我們 你留給我們的只有一些雞大便 留給我們只有一些爛尾樓 那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不是窩窩窩窩 每天早上七點半吧 結果我們就很認真地看 他這些年都在幹什麼 他這些年來都要想辦法 跟財團做朋友 這些年來都想辦法跟財團交易 這些年來想辦法獲 那個落代偉安 這些年來想辦法透過各種管道 把錢洗乾淨又洗出去 對沒錯事實上你看了柯文哲這八年的執政 你會覺得說他其實打從心裡 他就是崇拜錢跟勢 就有錢的人他會想辦法跟他結交 有權勢的人他也想辦法跟他結交 但是不是這個人他完全都不管 譬如說你看 這個沈金晶在他眼裡是嗎 他是財團 但是他也是市民啊 他幫財團 他幫人民辦事有什麼不對 問題是其他的市民有沒有這樣 當然沒有 所以他看的是什麼 他看的是沈金晶背後的錢 你連我U-Bank前面三十分鐘 你要跟我計較 對說人家他就是崇拜這個 所以他有一個SOP 你看第一任的時候他狂打五大案 保健你有沒有注意到 一開始罵這些人罵得跟狗頭一樣 郭台銘啊 或是這個趙成功罵得跟什麼樣 後來他跟蔡民中還去他家幫他看病啊 然後跟郭台銘也結成莫逆啊 所以他變成是這個樣子啊 你開始講說人家刀叉吃人 對 你開始講說你當時的那個所謂的松菸的那個地方沒有處理好 反正他講得非常不開 對 結果你跑到人家 欸 我要被蔡民刀裝要加幹嘛 對 還很得意說 對 我幫他看病 對 沒錯 那好 看到郭守正的時候 一開始把郭台銘他們家罵了一塌糊塗 後來看到郭守正 他也是一個蠻勾矣的老師 欸 完全不一樣啊 那個他事實上當時他有講一句話 他有講就像刀叉吃人肉 可是我們都忘記了 他其實前面還有一句話 他說政商關係很高雅 我給你一個方便 你給我回饋 然後他就像用刀叉吃人肉 可是他其實講的是這個 你給我 我給你一個方便 你給我回饋 這才是他真正要講的這一句話 這才是他真正心裡面想講的一句話 這你就可以懂了 為什麼他的副總統候選人會找吳欣營 對 為什麼跟星光極端會這麼樣的margin 是的 還有剛剛講到的 居然還跑到沈金家裡面去唱歌 更可怕的是 你旁邊的這個最貼心的 剛剛講的 你現在很難去定位 因為你不知道要把定位成 它是你的會計 定位成 你的水戶 定位成什麼 總之這個渠子 對 也是好人的 過幾十億的身家 你看他從第二任開始完全不一樣 他身邊的人 你看晚上是不是 我就講過 他第二任的時候 常常晚上跟什麼建商吃飯 招待所一大堆 然後跟沈金金也去了非常多地方 然後你更不用講吳東進 還有這個吳欣營家族 他要跟他交好 這麼多案子不是都跟他們完全牽扯在一起嗎 那除了這個之外 他不只是經營他們的這個關係 他還經營政二代 富二代的關係 你看他的市長 這個實習室裡面 大批大批的 這個富二代都在這裡面來實習 所以你看他其實 第二任的時候 他已經完全走了樣 走樣是什麼 他完全向前跟向權靠攏之後 因為這是他真正內心所崇拜的事情 而且你說 我們持續去爬出 他所有關心的東西 都圍繞在一個字 那個字就是錢 然後關心的這個錢是 我這個錢怎麼來 我這個錢怎麼放 我這個錢怎麼洗 所以你發現 他在他的任內裡面 對一件事情非常有興趣 是他對加密貨幣非常有興趣 所以沒錯 你看從他2018年第二任之後 你看他還曾經造反過 所謂比特幣相關的這個事情 那你看後來他還開了中方基金會 然後還包括說成立木可公司 一大堆一大堆 就是慢慢已經走偏了 因爲什麼 我錢太多的時候 我想辦法要開始把錢洗掉 最後來不是講嗎 他又跟什麼 包括說是去跟很多大亨見面 跟黑道勢力見面 八報會館那些 你搞了老半天 原來你搞不好就是在搞錢 或者說你跟人家要錢 所以講到後來 他第二任裡面來說的話 就是靠錢跟權 他說我再說一句 他的內心想法是 政商方面很高雅 我給你一個方便 你給我回饋 顯然他在第二任裡面 拿了相當多的回饋 而且我覺得這方面 最荒謬的是 他在一日市場裡面 他講 我跟你講 我跟別的政治部都不一樣 我沒有財團 我沒有政黨 我沒有基金會 我沒有錢 我什麼都沒有 結果第二任 他在搞什麼 他在搞政黨 他在搞基金會 他在搞財團 他在搞錢 所以他非常諷刺 所以說為什麼今天 民眾都會搞到 四大天王都出動 這麼多人下去的時候 過去一定是這個很多人 結果沒想到為什麼人那麼少 因為很顯然 柯文哲你所講的 完全背道而死 另外一個就是 沒想到現在民眾黨 還在挺貪腐 那這個當然跟完全 全台灣社會是完全背道而死的 我們都沒有想到 阿伯真的變了 過去我們想像他可以改變台灣的政治 沒有想到 見到這個染缸 他被污染成這個樣子 剛剛講的現在 金華城不是我們講的 台北地方法院已經確定 那個金華城的土地很多部分 20%根本就是不法所得 既然不法所得 那就是犯罪 犯罪你要有證據 而這個證據開始看起來 已經可以說服地方法院 這麼大的地 這麼可怕的土地 甚至中間有什麼行為的狀況 你現在想說 柯文哲怎麼敢做這些事 就現在傳出來說 他的人生態度改變了 他以前是生死之間 他以前的生死是黑色跟白色 黑一白之間 可是他現在才發現 他世界還有彩色的這一面 抱歉 這個八八會館 事實上是 柯文哲會說什麼 I like it 我改 對林文說 我愛常常來 這樣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事實上 他的個性已經轉變了 在整個在台北市長的 第二任期的時候 因為接觸太多 往來吳白丁 大家都這樣子 噢 招待他 保持我跟他講 事實上不是只有去過八八會館 就我們所知他是跟沈晶晶也去了大安附近的招待所 另外也去了新店的招待所 另外就我所知 他也常常跟台北的建商 很多很多政治 很多這種所謂商業界 他也去了非常多的招待所 你說招待所的基本規格就是這樣的 裡面富麗唐荒 裡面紙醉精明 裡面充滿粉味 保姊你每天這樣去的時候 你個性會不會變 我也會變 對 你慢慢慢慢 我都想去了 你慢慢慢慢就會迷失在這個燈紅酒綠 還有這些誘惑之中 好 那麼簡單來講 這個很多配配都有 包括說車子接送你來 那絕對沒有問題 在那天晚上一定 因為這裡面來說 很多談事都是男生 男生的過程裡面來說 有時候就有女生來這個地方 他們通常都會叫一些陪小姐的 所以你說這些高矮胖瘦的漂亮女孩子 都是去八八會館的 對沒錯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天吃的也都非常好 他們八八會館 還曾經請過米其林移工的主廚 來這邊外匯 你要吃什麼寶傑 移工 對 台灣唯一的米其林三星 你要叫什麼餐廳來說 他們都叫得到 你要誰 你只要當先點菜 譬如說今天我們招待劉寶傑 你今天想吃什麼 你想吃什麼 好我們幫你點 馬上就有 你要點什麼 你要什麼 都可以幫你找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最好吃的菜 有最好的酒 有最漂亮的女生 對 那你知道 他們有些後面服務的人 就說每天晚上都整理出 非常大量的垃圾 吃的用的還有很多 我們不能夠講的東西 一大堆東西在這個地方 那他事實就是這樣 你看每天拍到 你看他們這個八幡會館 我們以八幡會館為厲害 他們每個禮拜 大概有三場這個招待會 都每個禮拜三場 然後三場來說 只要車子開進來 你就說今天又有這個party要開 然後很多女生就會來 然後裡面的廠個帶這樣 如果你吃飯吃到一半 你吃移工覺得不開心 旁邊還有這個遊樂器讓你玩 你要射飛鏢拉壩什麼都有 那另外一個 他連吃餃子老虎都有 對另外他們有個中島的台 中島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酒 這是你要喝什麼酒來說 這邊都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你要酒啦 要玩具都有 什麼都有 當然KTV一定是有 他們中間還有隔成非常多的 這個小的沙發區 你可以在那邊談事情 都沒有問題 最誇張的是什麼 抱歉 他們的中間來說 包括像喝酒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之外 旁邊有四間小房間 四間小房間來說的話 就是可以供你要去談心等 或是說你要去做一些相關的 其他的事情的時候 就開了房間就進去 那不跟八樓一樣 抱歉 非常非常類似 八樓不就這個樣子 抱歉 他們是裡面談事情的 這樣一個狀況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這些房間 所以到這個地方 你看 要屁事談心都沒有問題 所以等於是說 你去這個地方 當然你會迷失在這裡面 因為這裡面實在太多 可以玩樂的地方 所以一樓有私人餐廳的專屬廚房 二樓剛剛講的 有些大的園座有那些沙發 三樓還有這個所謂的遊樂區 甚至剛剛講的 你這裡幹嘛 你要吧檯有吧檯 KTV有KTV 你要撞球桌有撞球桌 你還有飛鏢機 你連拉叭機吃餃子老虎都有 對沒錯 他們還有DJ 如果你真的要在那邊跳舞來 我們可以DJ給你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 裡面玩樂應有盡有的 阿伯真的喜歡 而且事實上大家可能都會喜歡 你多去幾次來說 你可能都會覺得這個地方蠻不錯 如同柯文哲說 他去那邊吃飯 吃了兩分鐘 坐在那個地方吃飯 我相信也是不一樣的這個感受 好啦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現在W就踢爆 他至少去了八八會館兩次 當時人家就問他 這個2021年 2022年的11月7號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去過兩次 結果他說沒有 我不知道 我就去那邊吃飯 五分鐘就吃完了 然後他上光上光上光 可是問題是你為什麼會去八八會館 對 因為去了兩次的時間點 裡面來說 跟你這個行賄 跟省經經行賄你的這個狀況來說 兩個是兜了起來 因為剛好就在便當會的前後 他不但是在便當會的前後 我不知道 今天不管是林秉文或者是郭哲民 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洗錢 當然有人講說柯文哲的個性 不可能透過郭哲民來洗錢 也不可能透過林秉文來洗錢 那你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而且最近剛剛不是講嗎 現在郭哲民剛剛講 你去行賄警察的不是現在開始沒事了 可是沒事不對 他現在原來郭哲民 他被扣了兩億多的加密貨幣 郭哲民是懂這個加密貨幣的 他不是洗錢 他有兩億多的加密貨幣現在被扣了 兩億多的加密貨幣 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現在的調查局 我們的洗錢中心 他是有能力去扣加密貨幣的 沒錯 因為八八會館大家知道 就是說他裡面有洗錢 那洗錢來說 當然除了地下會對之外 還有一些加密貨幣的相關操作 那你就講到說事實上沒有錯 我們政府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開始嚴防加密貨幣的犯罪行為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什麼 保洁這樣 我們十月中法務部的建制 扣案虛擬資產的監管系統平台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虛擬貨幣都扣住了 只要是我拿到任何的貨幣 譬如說你看 裡面有泰達幣 泰達幣 一共多少枚的狀況 他都把你寫得非常清楚 他這樣 你目前為止 我們是把所有的冷錢包都過去了 你要扣管 你除了這個包括金鑰 或是冷錢包的USB之外 你還要把相關的這個助記詞 都要寫得非常清楚嘛 那未來不用 未來都把它變成是這樣子 我把它這樣虛擬 把它這個完全整理出來之後 變成一個可視化的這個管理 我可以知道說 我扣留了多少東西 扣留了多少東西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平台呢 簡單來說他講得非常清楚 等待確定判刑之後了 把陌入或是發凡被壞人 以盡力剝奪被告的不法的所得 也就是簡單說啦 我只要扣住你的USB之外 我就有辦法後來把你破解 破解之後等到這個案情告一段落之後 我會把這個錢 假設是柯文哲的話 我會把他沒入 就讓你沒有錢了 他的用詞是 徹底剝奪被告犯罪不法所得 簡單來說就是 你現在被扣住了之後 保留一下 差次也難非 破解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或許不敢講你的相關的 這個註詞 註記詞沒關係 你都不用講沒關係 反正我們之後有辦法給你破解 這個只要一段程序之後就可以破解了 破解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保管起來 保管起來的話 日後呢 我們就會對你進行個查扣的動作 所以郭哲平不是說 你家裡的現金現在已經沒有查扣 連你這個所謂的冷錢包裡面的 兩億多的USTD DT 都也被查扣了 對也就是說 是讓郭哲平已經被查扣了 好 那今天不是傳出來說 這個所謂柯文哲也被查扣 好 那我們講事實上現在檢察官 或是說像地檢署來說 下一步是什麼 查扣了這個金華城的這個土地 扣押了土地之外 接下來有什麼 可能4300萬的商辦 目前為止也鎖定了 因為現在傳言說4300萬 已經約談了相關的 這個陳佩琪所說的那一對買方 那一對賣方已經約談了 約談了之後呢 假設他這也是不法所得 然後被扣押 另外包括說像民眾黨的政治先進 因為這210萬的裡面來說 至少已經有5個金華城的員工說 我們是上面給我們錢 我們再給你錢 所以這已經涉及到不法所得 所以民眾黨的政治現金轉戶 現在的4300萬這個商辦 這個商辦的錢到底從哪來的 也可能是不法所得 是的 都有可能扣押 對沒錯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金流或是未來要扣押的東西非常多 最後就告訴你 事實上這個案子已經進入了後段 逐漸要收網的這個狀態 所以不懂 以前我們這個科文怎麼樣 他是在台大醫院的地下4樓 太平街在地下3樓 他居然在地下4樓 他說他一天工作時間12個小時以上 他都每天努力的在這個所謂的重症防蔽上面 結果他當了市長 我覺得我們可思議是 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資料 他喜歡去八八會館 那八八會館那個什麼場面 紙醉金迷九十肉鱗 這個 柯文哲這個我很驚訝 因為我 我曾經聽林彬雲跟我講過 說柯P去過他們的八八會館 然後大概去過兩次吧 一次是朋友帶他去的 有一次是他自己帶 他柯P帶著大大小小一大堆去 有兩次 最少兩次啦 我應該這樣講 所以第一次是柯P被動被找去的 第二次他就主動想去了 他主動去了 主動去了 主動去了 可是我沒有很注意這個事情 因為什麼 因為林董跟我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柯P也不來過 柯P也不來過 他說他對這個地方很 他對八八會館很稱讚 就這個地方 說這個地方很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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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棒 因為我沒有去過八八會館 對不對 這個地點 當然我 別的這個私人會館 我當然去過很多了 可是我就我的理解說 柯P這個人 因為他剛開始當市長的時候 我曾經擔任過他的台北市 他一生不是來了就轉到別的科系 或是轉到後就往太平間送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土包子 就是劉姥姥進大官員 當他當了台北市長之後 你剛才講的 就是這個人生的這個彩色的片段 被他發現了 所以他已經覺得人生是黑白的 他甚至還去懷疑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他說他都是生死之間 然後希望追求真正生死兩相 他現在發現生死之間還有生活 對 我覺得不是生活 有奢侈的生活 我覺得淑慧剛剛的定義比較對 就看到一個醫生 一個大學教授 從一個非常高的道德地位 到這個變成一個墮落的天使 你知道吧 到墮落繁城 到跑到櫻溝去了你知道吧 這個是一個讓人家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學壞的速度非常的快 看他那個樣子 穿個高腰褲 吐不垃圾的嘛 對不對 雖然你當台北市市長 我假設說我是女生的話 我也很難去喜歡他 跟別人想到他那麼魅力無窮 你知道吧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在第二屆的時候 他已經有很多的新的這種生活型態 你知道吧 變了 包括唱歌 唱歌 因為他當時選擇要去用唱歌那件事情 是他主動要求那個經濟公司 對 戴什麼鈴的 戴力鈴嘛 對 幫他來規劃他的 他主動想我想唱歌幫我安排 我當時也在想他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嘛 所以這個怎麼可能 事實就是後面這幾年的 市長的這個彩色的生活的過程當中 創造他一個本身一個慾望 對 那個慾望 唱歌發表會 他演唱會 他要辦演唱會 大家有很多的解讀方式 都錯了 我覺得淑慧今天解讀得比較正確 就是奢靡的生活 奢靡的生活是紙醉金迷 他交往了一大堆的建商 財團 銀行董事長 還有營造公司 都往來的人嘛 對 而且往來在他面前 就是日值萬金嘛 然後帶來的這些 接待的一些的小姐們 或藍士們 一個一個都是美若天仙 對 都是人間有物 他看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定會 就一定會難以致吧 而且後來的行為就越來越乖張 沒錯 他就開最乖的 應徵員工通通找漂亮的嘛 對不對 這是荒謬的事情嘛 對 然後開始 然後有些人就被趕出去了 對 然後就開始 他們跟他最想你的太太就開始 就開始有衝突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生活其實跟 家庭生活不是那麼美滿嘛 那這個問題他的公余之下的生活 是非常的彩色啦 這才是真正的柯文哲 所以他後面的這個行為 你這樣才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這幾年跟這些廠商 幹了這些事情囉 對 所以說為什麼他在收錢的時候 一點都不會覺得有違和感嘛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這個廠商 去匯給黨部的錢的時候 你看名單不斷不斷地透露出來嘛 後來我就發現 你記得他跟那個許文娟 有一段對話有沒有 他有一段很重要的對話 有一個LINE我們公布過 他說某某某某某某 他是講說有一筆錢 對 現在處理好了沒有 他處理好了沒有這句話 他說大概要兩個月時間才能處理好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一筆錢他許文娟要去處理 李文娟要去處理 要花兩個月時間處理 後來我才搞懂了嘛 因為我看到王定宇的一個告發函嘛 他把他匿名化 他把一筆整錢變成閃錢 變成99999嘛 就搞了一大堆的99999出來 999出來之後咧 就把那些錢都匿名化 結果就是 剛剛這個淑慧講的他在洗錢嘛 他就在洗錢啊 他說什麼錢他都拿了嘛 他就在非常聰明的 這個是只有他能做得到 所以我當時我看他的總帳 所以我就發現為什麼他那個錢 要全部匯到木口 你知道是什麼關係嗎 要洗錢 因為那些錢並不是真正的政治現金 不是因為選舉 不是因為藍白河 不是因為他的行情看好 他政治現金都不是 我們都搞錯了 對價的現金 根本就是對價前面的收匯的匯款 他把那個匯款到後面 那個市益裡面 要洗白 有很多黑錢 很多髒錢 他其實一直在 他一直在一直在這邊洗錢嘛 所以他為什麼不給立法委員錢 對 那個錢都是他的啊 你爬去桌子換來的 我去坐牢換來的嘛 我怎麼給你這個 給你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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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各地立法委員去 所以他的立法委員的捐款是多少錢 零元 零元對不對 因為他根本沒有在做真正的市益 所以那個市益的募款裡面 我高度的懷疑 大部分的錢 是他跟廠商收的髒錢 他在利用這個時間 你看他大概百分之多少 30以上 全部是立民的捐款 所以為什麼要搞立民捐款 為什麼他需要李文春來處理 這些東西 所以他生活的糜爛 到收黑錢 然後變髒錢 髒錢要洗白 他全部一個人 幹10年的政治生涯裡面 他創造了很多台灣的先河 你看他搞了基金會 對 他搞了協會 對 他搞了這個 政黨 搞了公司 他搞了很多公司 他搞了二十幾個帳號 在搞這些錢 所以他大部分的後面選舉的時間 他不可能跟侯友宜合作 他的目標就是要把他的錢洗白 他沒有想要當選 他已經想要退休了 已經想要撈一把 就拼一次 一無反顧撈一次 一無反顧撈一次回家 那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是一無反顧 再跟減年鬥法 好 那我們就講 實際上柯文哲目前為止 涉嫌隱密 除了公關費兩個階段 有4.3億 還有4300萬 我們現在懷疑是後瀉 還有微經員工的210萬 小省的1500萬 這些目前為止 我們都確定這些 保證 我們就講 有金流 有對方出錢 只是到你這邊不見了 所以現在檢調用一個叫做 隱匿貪污財產的這個罪名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巧門 因為在之前只有講說 你在貪污政策條例的第4條 貪污政策條例的第6條 貪污政策條例的第11條 要不然就是違背職務了 要不然就是土利了 要不然就是行賄了 現在就增加了一個 有隱匿這些財務 隱匿這些財務 會不會用在柯污泽的身上 當然會 對 所以柯污泽跑不掉 就是這樣 你有非常多的罪名 而且為什麼檢調要辦成這樣 因為後面 保證 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不知道而已 現在我們看到的都是 冰山之一角 我們之前不是大家講了 非常多USB上面的名單 最大的就是小省的1500 這一筆嗎 但是保證 我們昨天也講到 包括書一眾 諸文語 還有包括說黃南關 還有包括說像黃崇忍這幾筆嗎 但是保證 我們一個獨家跟大家講 這裡面USB裡面來說 有一筆超級大的項目 超級大 超級大 而且都比這個我們看到都還要更大 而且這個人是橫跨的 1500萬大家說已經夠多了 你說這個數字是超過1500萬 超過 而且比他還多很多 好 這個橫跨什麼 橫跨建築業 零售業 還有金融業 而且是富可敵國的 是這個USB裡面最大咖的一個人物 他沒出現喔 所以你說USB裡面 現在只是冰山的一角 對 USB裡面還有很多錢 保證 這個人物來說的話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是名列在我們全國的 排行榜中間的一個人喔 他是在這裡面喔 是全台灣前20大富豪 跟柯文哲有關係喔 20大富豪 對 你就知道說這裡面來說的話 還有很多故事我們不知道喔 而且涉嫌的金融 恐怕真的比我們想像中 都還要更大 更誇張的數字 而且你昨天特別談到了 黃崇仁的那個自白 黃崇仁的自白是 第一個是 原來是柯文哲其實打電話的 原來檢調早就已經查過了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是 我們大家都沒想到 本來因為你涉木可 只是想要把競選經費 透過木可把它給洗乾淨 可是在黃崇仁的說法裡面 那代表什麼 是柯文哲拿著木可公司 去要錢的 對 抱歉 事實上昨天黃崇仁來說 他也說五萬五個衰了 我沒有給他錢 我給他標案 但是保傑昨天有個非常有意思的是 因為他透過木可 他給木可一個標案 用他旗下的公司給他 所以這顯現 柯文哲他不只是收政治現金喔 他搞不好在這個選舉過程裡面 他也用木可 接了非常多標案也不一定 這搞不好也是另外一個方案 不是 你想說 我如果今天要拿木可 說你把錢直接給木可 我如果只有一個黃崇仁 怎麼可能只有一個 對 好 所以我就講 事實上他怎麼給 怎麼要 黃崇仁說是他親自打電話對不對 現在這個律師詹靖靖也說 他的朋友裡面也被人家打電話 而且他說什麼 柯文哲一開始要跟你要錢 我會給你獻殷器 他說 他就很窮啊 你贊助我一下 兩頭三天就打一支電話 但是真的要到錢的時候 對他不理不慘 就沒了 那我很多建商業的朋友 也是這個樣子 你的朋友 對 都一直call call call 我們現在需要 但是真的給錢的時候 他也不見了 跟他說要幫忙什麼事情 他也不理你 所以他就是這樣 每天都在打電話要錢 你看 除了他自己打電話 叫這個邱佩玲他們打電話之外 還什麼 還請這個 有這個所謂 包案包商的話 有案子的話 還給我 所以要講 事實上柯文哲的罪證非常多 只是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了 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西雄講說 USB裡面還有一個更大咖的人 這個更大咖出現的數字 難道超過我們的想像嗎 還有 他今天邱佩玲不是講嗎 他從來沒有哭求 你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邱佩玲跟 我們都是老朋友 邱佩玲跟柯文哲 到底什麼樣的關係 我要大概解釋一下 邱佩玲他經常 柯文哲跟他確實是過重甚密 因為他們兩個有很多 下班以後的時間 柯文哲會到邱佩玲家裡面去 然後邱佩玲會通知一些 企業界的大咖的朋友 到他家 一起來幹什麼呢 一起來看邱佩玲的畫 邱佩玲有辦畫展 但真正賣畫的地方 是他的畫廊 畫廊就在他家 可是他的力量不夠啊 所以他跟柯文哲有一個合作的 他們是一種夥伴關係 他就會通知說 哎呀某某某某某這個董事長 這個比如說 這個劉董事長晚上到我家來 柯市長會來 柯市長會來 一講柯市長會來說 那大咖就來了 大咖想陪柯市長喝杯茶這好事啊 大家下班聊聊天嘛 然後一起來談什麼 談邱佩玲的畫 那一幅畫賣多少錢呢 就30萬50萬不等啊 那我聽說 我們認識的一個 圓山飯店的前董事長 也買過他的畫 也就是說我們民進黨 那我現在關心的是 你是拿圓山飯店的錢買的 還是你自己拿錢來買 對 很多人去買畫 所以邱佩玲是畫的 邱佩玲是一個名畫家 我們不知道嘛 因為我們不懂畫嘛 可能在這個 在這個藝術界非常有名 因為我認識邱佩玲是廣告AE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是 往來都是互相都尊敬 那柯文哲是用這個機會得到什麼呢 他得到這個邱佩玲的賣畫的機會 然後呢 企業界跟他交往 所以交往的過程當中 他對他都很出去 所以邱佩玲跟他的關係 是屬於一種合作關係 你當我的 就是說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是柯文哲當他的布景 布景 那我們講那個土畫黑畫 叫做我的Sakura Sakura 旁邊我在賣畫 那柯文哲也不是傻瓜 對不對 他在賣畫之餘 就跟人家哈哈啦變朋友 然後下次轉去募款 對 那募款 他就這個你來我往搞好幾年 相互為用 互相啦 可能有 當然有 這樣合作的感情也很密切 對 大家關係非常好 因為 因為邱佩玲的 他的 他的 他這個 他可能 他那個話有特殊的魅力 我們這種 熟人看不太懂啦 但是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那這個大咖到底是誰 在中國就要這樣 他們家隨時辦沙龍 辦沙龍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柯文哲 因為最大的 你辦沙龍一定要有一個 學術界 政治界的大咖 你一定要到 大咖到了以後 灌溉雲集 大家才會來出憂 所以 他們今天來了以後開始灌溉雲集 你去想必 開始買花了 他那個是小規模的 他是精密打擊 他沒有一大票 他可能一個或兩個 所以這個很 這個 弄一大票 人家沒意思嘛 那一個兩個 這些大董事長 跟這個市長兩個 那這個兩個可以交談 一兩個小時時間的時候 他們的感情會很快速的 能夠提升 你搞一大票 大鍋炒 沒意思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是屬於一個 精緻的 精緻的產品定位 高級 高檔產品定位 屬於VIP級的銷售方式 蘇惠 現在民眾黨講 你沒有金流 你壓人取購 你現在只是土力 你土力根本就是 政治辦案啊 可是不對啊 我們光是簡單這樣算 就已經4.7億到他的口袋裡面 而且我跟你講 4.7億的時候 你說絕對不止 而且更可怕的是 柯文哲在所謂的 藍白盒的時候 他募了更多更多更多的錢 之前民眾黨一直說 找不到錢 就是沒事 你找啊 你找錢啊 沒錢啊 沒錢啊 可是我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金流 什麼叫現金 USB裡面如果有一個 小省1500 那個就叫做金流 那接下來你要找到證據嘛 就是現金在哪裡 但是這兩個人給錢 收錢人都死都不肯認 那好家在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名單裡面還有別人 別人都認了 對這些別人一來可以證實 這1500 不是下午3點 是錢 不是時間 因為別人有200的啊 有50的啊 有300 你怎麼不能是半夜吧 所以一來 這些別人是用來佐證 這1500到底是什麼事情 是時間還是錢 別人都是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佐證金流確實存在 這些人也是金流啊 大家看到昨天的最新發展 給錢的人已經承認了一部分了 幫忙募款的人也已經承認了 然後經手錢的人現在被轉為被告不敢回來 然後這些錢通通都找不到 已經不只1500找不到 而是所有的錢都找不到 可是錢有沒有 當然有啊 給錢的就說我有貨錢啊 幫忙募款的人說 他一直在跟我說很散的啊 就被你說 因為柯文哲常常跟他講很窮啊 對啊 所以都有啦 那錢到哪裡去了 這些錢就跟1500一樣都不見了 可是你不能再說沒有這些錢 對 要不然這些人不就變成潘娜嗎 他們明明想說 我錢就有拿出來啊 錢就進去了啊 我生意也介紹啦 然後我現金也捐了啊 也給了啊 然後甘仔也拿走了啊 對 啊錢的錢呢 這就是8月的時候 檢調在發動搜索的時候 沒有收到一張鈔票 讓我非常訝異 對 因為我之前根本不知道有USB 也不知道有名單 但是我們從之前到現在 我們一直聽到有很多藍營的企業家 在抱怨說去年被以藍白盒為由 被柯文哲怪去 會好啦 不過我們民眾黨還有實名立委在選啊 我們小黨很散 然後人家那一些 希望藍白可以合作的企業家 一聽到說 唉唷 會好 好啦 這很窮 我們要支持一下 所以我現在看到的這些數字 只是九牛一毛 對 這只是去年 而且是後半期 這部分我們從去年聽到現在 我一直在那邊想說 那些現金不知道擺在哪裡 那些現金不知道擺在哪裡 結果檢調一毛錢都沒有收到 所以現在金華城如果有1500萬的金流不見 這不是個稀奇的事情 因為這些人的錢也都不見了 對 都不見了 只有一筆錢不見 民眾黨跟柯文哲可以說 完全沒有這筆錢 對 你找不到 但是一堆錢不見了 而且別人都承認了 你怎麼再去說 沒有這些錢都沒有 他們都沒有拿給我 他們現在講得很大聲 黃國昌是講說 你壓人取公兩位還不夠嗎 他講說你根本查不到金流 他最多你只能辦土力 你如果辦土力 那就是政治辦案了 所以為什麼檢調現在要 用旁邊的證據來補強 這個1500的存在 還有1500是錢而不是時間 因為現在兩個主犯 行賄的主犯跟收賄的主犯 沈靜靜跟柯文哲兩個堅決不認 兩個堅決不認的情況之下 就像當年陳水扁的那個 案情 收賄案情 陳水扁不認 吳淑貞不認 只能從給錢的 幫忙拿錢的 幫忙做賬的 一個一個卻把證據補權 不是 我們這邊不講吧 柯文哲這8年 特別是最後的4年 居然如此服務財產 對財產服務的無為不至 要毛給一塊 不管你是對金華城 或是你今天對新光金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今天看到一份新聞 我就覺得太誇張了 在濱江街這個地方 濱江街他們開始徵收 徵收幹嘛 卻比原來徵收的價格 每一瓶少6萬 每一瓶少6萬 柯文哲很多 好 那我想一件辦法逼著你 這些屬的人 以後我要徵收你的土地 徵收土地 老闆我們開個畫面 徵收土地幹什麼 徵收土地教就會去種樹 你叫老百姓把我的土地交出來 結果你把我的土地拿去種樹 那人家講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幹 柯文哲一點不好意思都沒有 柯文哲一點愧意都沒有 他說徵收本來就這樣啊 不然怎麼會叫強真 你看到這邊你終於搞懂 為什麼柯文哲的知識叫小草 因為他把市民當作比草還不如 為什麼會這樣講不誇張 當時就是有這個 濱江污水廠 他們要進行處理嘛 要徵收土地 這個沒意見沒問題 因為如果你是徵收 在這個污水廠的位置的話 大家呢我們就配合公家嘛 因為要進行這所謂的公共利益嘛 就不是喔 他這邊是發電設備 結果寶傑哥 你知道這一塊是什麼嗎 是嗎 他就把它增下來說 沒有我要拿來種樹 他就為了要種樹 只是為了種樹 根本跟這些什麼污水處理廠 發電設備都沒有關係 我就徵收來種樹 然後就是居民說 你就給我測 你就給我猜 對於這些居民來講 不是啊 這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這個我們講 所有三代都在這邊生活 我們根本沒有錢去餘力 去買其他的房子 結果你就要給我強增 就是呢 有人就幹嘛 透過議員林亮君去乘起 結果你知道柯文哲說什麼 他說誒 振收就振收啊 不然怎麼叫強增 我就是要跟你振啊 不然我還叫振收 他硬要擠上去 我就是要這樣幹 你能拿我怎麼辦 強增是一個非常難聽的名字 強增就代表你是 等於說是剝奪人民的權利 你什麼搞通搞心 結果 振收就是振收 不然怎麼叫強增 他對強增這種 一點罪惡感 一點羞恥感都沒有 所以他是 圖利台團 苛寇市民 而且你知道嗎 他講完這句話之後 又有一個人跳出來 寶德哥你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吳一軒 吳一軒又來了 他說 他沒有啦 我們事實上不是這個意思 他是說 徵收就是徵收啊 你怎麼可以說是強增 我再還原一次柯文哲的原因原話 振收就振收啊 不然怎麼叫強增 他的原話就是這樣子 你還可以硬啊 我寶德哥了不起好不好 結果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強增就算了 結果不是 當時民航局有去溝通過 土地價格 美瓶說我給你57萬 來 各位這是什麼時候 106年的時候 那寶德哥我請問一下 過了7年之後 你旁邊的房子 地產地價有沒有都上漲 上漲了 對 結果柯文哲不是喔 不進則退 跟他的標案價格一樣 說我每瓶給你50萬就好了 而且你知道更可惡什麼嗎 不只是你隔了7年少了7萬 一年少1萬 結果他還故意說 我沒有去算你的房屋價格 你懂我意思嗎 你今天跟人家徵收 你是不是房屋價格 當然啊 分開都要計算嘛 他就故意發函過去說 我們徵收價格就50萬 看你要不要啦 不然我跟你講槍針啦 然後故意把房屋價格漏掉了 那怎樣 那房子就沒有價值了 用騙了 他用騙了 他故意讓你 你如果沒有注意到 你傻傻簽下去 你就房屋就沒價值囉 所以後來這件事情最後你知道嗎 是被發現之後 他們後來才強徵 即便陳情之後 柯文哲照樣要刻一刻 因為為了他的縱樹 因為柯文哲非常喜歡縱樹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說反正你們這些民眾 這也太惡劣了 我給你強徵民地 強徵民地也就算了 你也沒有做重要的工作 我趕緊來縱樹 縱樹也就算了 你還把一坪價格比之前少了7萬塊 對 然後還漏掉房屋 好不好 還沒有把你房屋價格都算進去 但我跟你講 你以為柯文哲是這樣 不是 他把市民當草 他根本把小孩子 因為我跟你講 小孩子又不能賺錢 沒有用 他也苛刻小孩子 來 各位 一億元 原本你知道嗎 台北市的小孩子可以幹嘛 免費喝牛奶 那牛奶裡面有什麼呢 有鈣質 有蛋白質 對小孩子成長有幫助 他就要說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浪費錢 你如果要補充鈣質 我跟你講 鈣片就好了 好來來來 牛奶生起來 一人發一片鈣片 拿去好溝 他就直接這樣子幹 他叫小朋友不要喝牛奶 所以你補充鈣質 我跟你講 這個在最經濟 科學理性物質 我們在講究科學 是不是鈣片比較好 用鈣片取代牛奶 這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 食物的攝取的營養含量 絕對比較高 第二個 你鈣片 它的攝取百分之很低 再第三個 那你蛋白質怎麼辦 難不成你要給小孩子吃高蛋白嗎 你要不要高蛋白 你要不要把牛奶成分 全部分析下來 把那個牛奶轉過來 後面分析表 一個一個塞給小孩子 所以在胡扯嘛 他就只是單純 你不想要給小朋友喝牛奶 絕對浪費錢 就這樣子而已 就這麼簡單 而且不只是這樣 不是 你喝牛奶的Kimochi 跟喝鈣片的Kimochi 差很多耶 對 你去跟小朋友講 我跟你講 你這樣子不夠科學 小朋友 是鈣片 是鈣片 有這種市場 你有看過這種市場 然後不只是這樣 然後你知道嗎 他撈碗這邊對不對 市民的土地搶爭 小朋友不給你喝牛奶 還要去搶市場的錢 人家就想說 我怎麼樣讓市場蓬勃發展 他說不是 我跟你講 市場要符合進來的租金行情 我要調漲價格 所以你知道嗎 他調漲了 20年沒動過 20年沒動過 他說我一次調漲31間 然後呢 我降租金只降了10間 結果你知道最離譜是什麼嗎 大漲4.3倍 他是從139萬租金 漲到多少錢 740萬 他直接可以漲 3年多倍 他科學者一定會跟你拗 說沒有啊 我跟你講我有調漲 他覺得調漲超少 他就調漲幾十萬而已 可是我現在 我還是搞不懂 我剛才講的 你先去嗑嗑這個牛奶的錢 你把這個所謂的教育基金 也可以給省了 然後你把這個捷運的 這個重置基金也給省了 然後呢 你把這個租金給漲了 你還把這個停車費也給漲了 你知道嗎 那你總之要做 你有很多錢吧 你總之多了很多錢 你可以做很多事吧 沒有 還有什麼都沒有做 對嘛 重點是有啦 他有做很多事情 只都跟你我沒關 跟台北市民有關 你知道跟誰有關嗎 C10 都跟星光有關 都跟金華城有關 所以他都專門幹這種事情嘛